法委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38條 請宣讀條文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裁定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確定 三今審判長裁定解任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 動議第38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陪審員被為陪審員之職務及告終了 一宣誓判決 二今審判長一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裁定不行陪審團審判確定 國民黨黨團修正 動議第38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三審人被為參審人之職務及告終了 一宣誓判決 二今一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裁定不行公民參與審判確定 三今審判長裁定解任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退派代表制發言 第一位請林德福委員 無意審判確定 二郵審判確定 大會主席 蔡務院長 還有與會各位同仁 我想台灣司法的裁決 由法官自由行政做出裁判 當法官的判定判斷 以社會大眾的期待 有所落差 法官的自由行政遭到社會輿論的質疑 人民因此對司法有高度不信任感 某些判施的刻板印象 到現在為止還是揮之不去 民間司法改革團體 主張陪審的機制 讓人民參與審理 被認為是縮短司法判決以社會期待落差的可行方案 加以殺警案一審判決出爐 人民對判決內容的不滿 分開與失望 對於司法改革的迫切感更深刻 國人仍不了解司法院提出的參審制內容到底是什麼 重大的司法審判變革需要更多的溝通討論 更需要讓國人清楚審判制度變革的具體內容 在沒有共識之下 民進黨你們到底在急什麼 你們到底在急什麼 在民進黨行動綱領就明定 修訂刑事訴訟法規 建立陪審制度 民進黨跟人民承諾在執政之後 會全力的推動陪審制 結果呢 我想 蔡英文在2016年選上總統 2020年又連任當選 國會民進黨再次過半 竟然毀棄承諾 民進黨許多立委簽署 願意推動陪審制度的立法 的一個承諾書 面對民間施改團體的質疑 那民進黨毫不掩飾 其雙標 華僑灣 如此欺騙人民 令人對民進黨的惡質感到憤怒 以上 接著請李桂敏委員 接著請李桂敏委員 被改革的對象司法院所提出來的版本之後 從司法改革變成了改革人民 職業法官有權無責 國民法官則是有責無權 我們看到在今天早上跟大家說明 在司法院提出來的版本裡面 人民 國民法官要負擔多少的責任 要承擔多少的一個刑責 我們接下來要提到的是 司法院院長在昨天大言不慘的提到 這個司法改革這個國民參審 他的其來有志 司法院從事推動司法改革的動作 已經超過30年 但是我們看到 在這個改革人民的版案當中呢 他居然除了給人民有責無權的規範之外呢 他還大言不慘的要求 本院立法院要給他空白的授權 他說呢 他需要有兩年的配套準備措施 什麼原因我們立法院的委員 不能夠先知道 他相關的這麼重大的司法改革的議案的配套措施 來權衡 今天我們要審議通過的國民參審的法案 他的合理性 他有沒有必要修正 有什麼樣子特殊的原因 在司法院推動的30年之後 立法院只能被迫給他空白的授權 只是單純的因為今天的在野黨 其他三個黨加起來都沒有辦法過半數 所以在整個國會的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做政黨的一個真正的協商 而只能夠透過院會的表決嗎 我們在這裡表達我們嚴重的抗議 另外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在昨天司法院的民調裡面提出來一個民調的數字 他講說七成的民眾認同一起討論一起判決 這個認同一起討論一起判決 表示有七成的民眾認同今天我們在這裡表決的國民參審的制度 是這樣子嗎 絕對不是這樣子 我只剩下四秒的時間 其實我還要提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議題的選擇 從重大刑案開始 接著請王丸玉委員 很多人反對陪審 認為陪審團沒有判決書 人民無法接受 但是我們想要說的是 在現行職業法官的制度下 認定被告是否有罪是由法官來撰寫判決書 並且詳細說明是因為哪些證據或理由 做出這樣的判決 但是這麼長的篇幅 這麼詳盡的判決書 人民對司法有信心了嗎 顯然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才會需要司法改革 我們才是希望人民能夠進入審判的程序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在民間所做的民調 問題是台灣傳統法院審判 被告有罪無罪完全有法官決定 你認為需要改變嗎 有高達四成五的民眾認為非常有必要 三成五的民眾認為還算有必要 也就是說有超過九十以上的人認為 有罪無罪完全由法官判決是不對的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參審制 我們認為在一審的時候有國民法官的引進 彷彿讓國民有了權力可以來一起做 有罪無罪的判定 但是必須要知道的是 一審之後是可以上訴的 到二審之後 其實仍然都是全數由職業法官來處理 所以其實還是能夠推翻了這個一審的判決 在二審的部分 其實還是仍然用職業法官來做決定 這樣就跟現在的法制制度是相同的 在現在的審理制度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子的方式並不是最好的 回過頭來說 再想補充的是 陪審團真的沒有判決書 陪審制真的沒有判決書嗎 其實還是有的 只是陪審的判決書是由書面指示 平決書和量刑理由等等組成 所以看得出 能來可以看得出這些組成的要件和判斷的理由 而且人民在意的 恐怕不是只有判決書寫得夠不夠詳細 寫得夠不夠完整 而是在於我們這樣的過程當中 在意上訴和戰審的程序當中 是不是能夠公開透明 是不是能夠讓人民可以了解 所以很多時候 人民對於司法判決 審判品質的不滿意 不信任 不只是取決那紙判決書怎麼寫 而是在於這樣的過程 能夠真正被公開 能夠被討論 讓人民對司法是有信心 從事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謝謝 接著請賴香林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談參審陪審一併試行 走到這個38條這個詞後 大概只有時代力量的這個委員同志們 真的是為陪審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說明 也非常的讓各位更理解 那我們的兩制並行走到今天 我認為機會是非常非常的渺茫 所以我想我會針對參審制的部分 會提出來也就叫執政黨的這個委員或者是司法院 我想在這個相關的條文有關國民法官的解認這個部分 其實在協商的時候我們提出來的一些修正 其實執政黨的委員並不是很反對 但是好像就是司法院覺得哪個地方呢 要修改幅度可能大一點 那在35條我們也看到了 我想他是一個很嚴格選任之後的出席 參與程序中 不可以有其他的類似在這個規定上面不服從 他就有可能被處分 所以基於這樣的嚴格的規範 我覺得是不是真的國民參與審判這個制度 國人充分了解呢 是不是司法院已經準備好兩年後 我們的國人知道他在擔任國民法官的時候 會受到相當程度的規範制約 甚至不出席有可能會被裁定要解認之外 可能有賦予這個相關罰金罰責的這個部分 這個我希望司法院要對外很清楚的做說明 最後我想很單純回應司法院 他們自己在做的相關民調裡面 也已經很清楚的揭示出 國人如果要擔任這樣的一個國民法官 會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第一個他們認為時間過長感到疲勞 第二個他們認為法律用語理解困難 第三個他們認為掌握案情的爭議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這個就是現在參審要遇到的相當的困難 希望大家面對參...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修正東一條文 民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好兄弟 好兄弟 我們很簡單 tbsp 可以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69人 赞成3人 反对52人 弃权14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出席69人 赞成5人 反对52人 弃权12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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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结结果出席69人 赞成9人 反队伍12人 弃拳8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群愿会照民进党团修正东一条文通过 有意义 有意义我们进行表决 民进党团要求尽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了解结果出席69人 赞成5人 反对12人 弃拳5人 赞成者多数38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五节请宣读 第五节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结后选 国民法官之保护 宣读完毕 第五节节名照协商结论通过 请宣读第39条 民进党党团修正东一第39条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国民法官受通知告庭期间 其所属机关构学校团体公司 常常应给予工价 并不得以其现任或曾任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国民法官 为由予以任何职务上不利处分 民众党团修正东一第39条 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国民法官受通知到庭期间 其所属机关构学校团体公司 常常应给予工价 并不得以其现任或曾任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 或候选国民法官为由 予以任何职务上不利处分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东一第39条 陪审员被为陪审员 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陪审员受通知到庭期间 其所属机关构学校团体公司 常常应给予工价 并不得以其现任或曾任陪审员 被为陪审员 或候选陪审员为由 予以任何职务上不利处分 国民党党团修正东一第39条 参选人被为参选人 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参选人受通知到庭期间 其所属机关构学校团体公司 常常应给予工价 并不得以其现任或曾任参选人 被为参选人 或候选参选人为由 予以任何职务上不利处分 宣读完毕 现在开始发言 第一位请陈娇华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针对第39条 就是有关陪审 国民法官等相关 如果在执行职务期间要请公价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第八条 劳工依法令规定应给予公价 公资照给 其假期是 实时假期要定定之 就是说要给公价 如果即时是劳工 那针对 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在陪审制度之下 我们可以来避免所谓恐龙判决 或者是在人民民众 大家害怕这个法官 或者是因为法官有裁量 有判决的权利 所以大家敢怒不敢言 常常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其实有很多 就是一些不当的审理的方式 所以民众其实对司法 是急切需要去改革的 那明天司改会也做了这个民调 那其中有一题就是说 台湾传统法院审判制度 是不是有改革的必要 其中呢 高达这个八成以上 就是认为要改革 那前面提到的就是 民众现在十个人一个 就是对参审这个制度 其实是不了解的 所以实施陪审 其实是有它的必要 那我也提到就是说 一些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来采用陪审 尤其有一些环保的这个神案件 或者是金融争议的案件 因为很多法官甚至检察官 他们对相关的专业 其实是不了解的 所以他们在判决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有误判 就像有一个案例 这个连签约都没有 竟然法官还判 这个受害人是输的 所以这样子的判决 如果实施陪审的制度的话 就可以由陪审员 因为这是民生的相关的 一个金融的这个买卖 所以透过陪审 就可以让这个陪审的法官 他们可以详细的去了解 然后做出正确的判决 才可以杜绝恐龙判决 那我个人最近这几年就是 有接受到的这个环保 或者是金融的诉讼的陈情 非常多 那很多是恐龙判决 或者是有专业判决错误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就是恳请大家 要支持陪审 然后甚至小的案件 不要十年以上重罪才采用 好以上谢谢 接着请张旗路委员 主席各位大院同仁 好那我想其实在这个条文里面 其实我们最主要在民众党 这边的版本 也跟院会的差不多了 就是说他是考量到国民反观 他参与这个审判的这个时间 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 而且从这个法官的这些选任 参与审理 中间就算讨论 询问量刑这些 要是持续一到两周 其实我们也会担心 其实他原来的这个工作机关 对他会有不利的 这个利益的一些作为 使他们这个国民法官 对这样的一个义务去却步 所以我们这个条文 就是规定法官被位法官 在执行职务期间 他工作机关应给予 他其实除了公价之外 也不可以因为他承认 或者是现任这个国民法官 或被位法官 当理由 就给予任何不利的这个处分 来这个让国民法官 比较能够没有后顾之由 来履行这个 真正国民法官的这个职责 其实是从这样的条文 我们也可以还是一样的 再次重申 其实就是说 其实今天要让国民 参与这个刑事审判 就是增加国民 对于整个这个刑事审判的 这个信心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其实大家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变成国民法官 尤其现在我们的制度上 其实这个也是一定是 在那种所谓的这个重罪下 才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去组成 不管是说这个 参审的 或者是用陪审的这样概念 才有这个机会 去涉及这些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 所以其实对于他们的保障 是当然我们一方面是绝对说 我想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大家还算是有共识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凸显 就是说 这件事没有办法移出可及 它还是需要我们花更多的耐心 甚至呢 其实要让民众去了解 甚至有信心去做成这件事 不然的话 以我们现在如果是这个 就是参审的 在有这个 职业法官权威效应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只是大家把它混在一堆 其实我这边也有这个 就是司法院自己做的这个 当时在这个模拟法庭之后 做的这个民意调查 其实那些参与者的 他们也都会对自己的能力或信心 甚至对于法律的这些适用 什么法律专业用语 他们非常非常的担心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出 其实国民对这一块是陌生的 也自己认为说 可能在能力上会有一些欠缺 所以这样这种状况下说 我们更是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说一个把制度上 就是说让他能够有实行的机会 而且也稍微去降低一些这个门槛 而不是说都是这样十年以上 那其实就是让大家真的有多元性的 这个参与机会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说 我们不是让这个制度去阻却大家 让制度上搞了半天 大家觉得 哎呀这制度根本玩不下去 对我们来讲太困难 反而去害怕 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推一个 所谓这个一并行制 也就是希望说让大家机会是更多 而且也不是说靠让制度弄到最后 大家是反而不能参与 好谢谢 接着请曾明忠委员 主席蔡委员长 有关第39条条文是规定 国民法官在执行职务期间给予公价 不给新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相关的条文来做讨论 民进党立推的参审制 国民法官有六位 在业法官有上位 但是刚刚李贵民委员提到 有关国民法官的部分 有责无权 权力义务不平衡 而且对这些未来的可能的国民法官 也没有进行向外沟通 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教育 为什么这这么急着上路 比如说条文第97条里面规定 无正当理由 而有下列前行之一者 处一年以下 有其凸贤拘役或磕 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的华金 这里面包括现任或承认 国民法官违反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或者是现任或承认 候选国民法官之人 违反第26条第五项的规定 这两项的规定 基本上都是卸命 比如说第九条的第二项 国民法官不得泄露评议秘密 或其他职务上秩序的秘密 第26条第五项 候选国民法官不得泄露参与 候任旗日而秩序的秘密 那几乎现在所有的法律 你要保守秘密 且要有一定的期间 但是九十七角的规定 变成都没有期间的限制 变成你要保密一辈子 可见它立法疏漏的地方 所以国民党团再次的呼吁 林政党不要急 因为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关系到中华民国 两千三百位民众的重大群义 真的不要仓促上路 虽然 司法也有讲 要给他两年的期间 但两年要做什么 我觉得要等他把这两年筹备好了之后 再来进行相关法案的审查 才合理 不能说你送进来 再给你两年再去筹备 假设司法改革 草率进行 仓促立法 未来执行以后 会是司法灾难 会是司法灾难 谢谢 接着请林依华委员 主席还有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看的是第39条 那其中有写的参选 参审人 被为参选人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候选参选人受通知到庭期间 其所属机关 学校团体公司 厂场应给予工价 但是光是执行职务期间 这个范围定义 都值得再讨论 更何况请工价 也没有需要其他的配套 一并讨论呢 以及呢 在条文也写了 不得以其现任或承认参审人 被为参选人或候选参选人为由 予以任何职务上不利之处分 那请问什么是不利之处分 表面上没有不利 实际上如果秋后算账呢 如何来举证不利 那对参选人的表证 的表保证只有短短几个字 那能有什么实质保障 这就是我们说的不止39条 每个条文都需要仔细的讨论 来听大众的声音 所以我们再次的呼吁社会大众 应该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助于 司法改革的法案 不是这样急就张 匆匆忙忙的通过 那未来呢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补破网 所以为什么不好好的讨论 一定要在临时会来强渡观山 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不解的 所以我们要在那边呼吁 国民参审刑事审判法 攸关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 且司法改革向来都为 国人最引领期盼的政治改革 因此国民党党团还是坚持反对 在临时会利用几天的时间 草率协商表决 如此重要的司法改革法案 攸关重大司法革新法案 不该与临时会草率处理 另外呢我们还要提一下 虽然柯总召说啊 不要再提民进党党纲啊 但事实上民进党党纲记载陪审制 是说他说是为了对抗威权的国民党 但是柯总召可能忘记了 当年民进党党纲修订的时间 是1999年的5月 早就不是威权时代 当时立法委员也已经全面改选 所以柯总召还在用威权时代来模糊焦点 要真正是真不通啦 让2012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再次主张陪审制 2015年蔡英文参选总统 包括柯建明总召也在斯改团体提出的承诺书上签字 将推动陪审制 完全执政的民进党 竟然可以马上推翻主张20年的党纲 也推翻2012年2015年相关的承诺 这难道就是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还是蔡英文所谓的诚信吗 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吵支持大选小朋友 了解结果 出席68人 赞成3人 反队有11人 弃泉14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中文字幕提供 表決結果出席67人 贊成55人 反對0人 棄權12人 贊成者多數 第39條 照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40條 請宣讀條文 第40條 除有特別規定之外 任何人不得揭露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條 第1款鎖定屬於國民法官 被為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 國民法官被為國民法官 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之方式 期間範圍處理及利用等事項之辦法 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制 宣讀完畢 40條 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第41條 第41條 任何人不得意圖影響審判 而以任何方式與國民法官 被為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接觸聯絡 任何人不得向現任或承認國民法官 被為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之人 自探依法英語保密之事項 宣讀完畢 第41條 照協商結論通過 請宣讀第42條 第42條 法院得意職權或當事人 辯護人 輔助人 國民法官或被為國民法官就申請 對國民法官被為國民法官予以必要值保護措施 宣讀完畢 第42條 照協商結論通過 進行 請宣讀第4章 第4章 張明照協商結論通過 現在進行第43條 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 動議第43條 行國民參與選判制案件 檢察官起訴時 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 並不得將卷宗及證物 以併送交法院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1. 被告知姓名 性別 出身女人是身份證明 文件編號 住所或屈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2. 犯罪事實 3. 所犯法條 前項電管之犯罪事實 以在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 起訴書不得記載時 法院就案件產生 預斷之餘之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二項之第四項之規定 於行國民參與審判制案件 不適用之 民眾黨黨團修正 動議第43條 行國民參與審判制案件 檢察官起訴時 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 並不得將卷宗及證物 以並送交法院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被告之姓名 性別出身寧約日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住所或屈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 犯罪事實 三. 所犯法條 前項第二款之犯罪事實 以在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 第二項第三款 所犯法條的同時記載罪名 法條記載村屋 如無害於被告防御權之行使者 或影響起訴之效力 檢察官的就其主張共產犯罪之特定事實 或所犯法條 為欲備或擇一記載 但以基礎事實共通 且無害於被告防御權之行使為限 其訴書不得記載 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断之語之內容 案件經提起公訴後 檢察官應將提起公訴之起訴書 送到於被告 辯護人得於案件提起公訴後 隨時得檢閱 抄錄 攝影或重置 檢察官持有或保管之卷宗及證物 並得申請交付偵查中 詢問或詢問之錄音或錄影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二項是第四項之規定 于刑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 不適用之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起訴效力不及於起訴書 所在之構成犯罪之特定 事實以外之其他犯罪事實 檢察官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 得撤回起訴 撤回起訴應提出撤回書 撤回起訴後 非有新事實新證據 不得再行起訴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43條 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 檢察官起訴時 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 並不得將勤送其證物 一併送將法院 案件經提起公訴後 檢察官應將提起公訴之起訴書 宋達與被告 庇護人得於案件提起公訴後 隨時檢視 抄錄身影或重置檢察官持有 或保管身訊綜疾證物 並得申請將副偵查中 詢問或詢問之錄音或錄影內容 第一項起訴書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被告遵信名信別出任領約日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住所或居所或其他組織辨別之特徵 二 犯罪事實 三 所分法條 前向第二款之犯罪事實 已在明日時處所及封法特定之 並不得引用阻止陪審員 產生預斷之與之書類 或其他物件之內容 第四項第三款 所犯法條 得同時記載罪名 法條記載錯誤 如無害於被告防御權之行使者 不影響起訴之效力 檢察官則就其主張構成犯罪之 特定事實或所犯法條 為預備或贈意記載 但以基礎事實共通 且無害於被告防御權之行使違憲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余刑陪審团審判之案件 不適用之 署本法領有規定外 起訴效力不及於起訴書 所在之共存犯罪之特定事實 以外之其他犯罪事實 檢察官於第一選辯論中結前 得撤回起訴 撤回起訴應提出撤回書 撤回起訴後 非有新事實或新證據 不得再行起訴 檢察官故意引力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者 審判長審卓違反義務之原因 太陽訴訟程序進行 及對被告防御權 造成之不利益程度等情勢 經被告同意 認為適當者得以裁定 撤回起訴 前向進行被告受監押 則是為撤銷其押 撤回起訴之裁定 以確定者檢察官於 提供該引力之證據前 不得對於統一案件 再行起訴 國民黨黨團修正 動議第四十三條 行公民參與審判決案件 檢察官起訴時 應向管轄委員提出起訴書 並不得將卷宗及真務 一併送向法院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以被告之姓名 姓名出身女日日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住所或住所或其他足資 辨別之特徵 二犯罪事實 三所犯法條 前向第二款之犯罪事實 已在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 起訴書不得記載時 法院救案件產生預斷之與之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二項至第四項至規定 於刑公民參與審判制案件 不是用之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發言 第一位請高宏安委員 主席好還有立法院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第十四三條呢 其實我們在討論的是 我們在傳統的這種 券證並送的審理模式 如果現在使用我們新的國民法官的這種審理程序 在司法制度的改革上 我們希望檢察官的起訴書 不要記載過多的預斷 會產生這個預斷或者是有疑慮的內容 而造成我們在法官與國民法官之間的資訊落差 同時呢 法官跟國民法官應該要同時接觸到 可以證明被告有這個犯罪事實的這些證據 所以民眾黨版本的第十三條 也有納入了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同時我們也增列了第四項 第四項是為了避免掉單純法條的記載錯誤 而影響到審理的進行 所以呢 在起訴書除了記載所犯的法條之外 其實也應該要同時記載罪名 來作為確認之用 並且在無害於被告防御權的行使之下 我們呢 法條記載錯誤就不會影響到我們起訴的效力 那第七項的部分 我們也增加了一個條文 也就是為了使被告能夠有充足的時間 來蒐集有力的證據並進行防御 我們明文規定檢察官提起公訴後 應該要將提起公訴的起訴書 送達於被告 這是我們在第七項增加的條文 在第八項的條文 我們為了要使被告能夠在審判的過程中 充分的防御 獲取必要的資訊 我們也應該准許辯護人 在案件提起公訴後 隨時檢視超路攝影或複製檢察官 所持有或保管的卷宗和證物 另外在第十項 第十一項跟第十三項 也就起訴的部分 我們增加了相關的條文 以上這些是其他版本的條文中 所沒有的規定 但是卻是案件提起公訴過程當中 更細部會處理到的部分 所以民眾黨黨團在此建議各位同仁 懇請大家可以採納謝謝 接著請李貴民委員 主席立任同仁 我們從今天剛才火速通過的四十條跟四十一條 大家可以看到司法改革變成改革人民的一個夢魘 剛才經過朝野協商通過的四十條跟四十一條 我先舉個例來講四十一條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任何人都不可以像現任或者是承認國民法官的人 刺探應該要依法保密的事項 可他有沒有說什麼是應該保密的事項 沒有啊 四十條的地方他只有說對於個資的部分 是不可以是他的方式期間範圍等等司法院會訂定 可是對於其他的機密東西他並沒有訂定範圍 也沒有訂定他的期間 任何人都不可以刺探 那刺探那個案件的案情 我們知道媒體朋友們可能有時候對於有一些的案情會有關切 那麼他在事後去詢問這個案情 那算不算會掉進去這個四十一條的範圍之內 我們再看看對於違反第四十一條規定 也就是說他任何人都不可以刺探應保密的事項 沒有說什麼是應保密的事項 他的結果是什麼 按照第九十八條的規定呢 違反這個規定的呢 他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們能夠讓這樣的情況發生嗎 原來我們是因為全民對於法官的不信賴 對於判決的不信賴 所以提出了司法改革的需求 司法院院長在昨天也說了 司法院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來推動司法的改革 在今天倉促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居然讓第四十一條任何人都不可以去刺探應保密的事項 否則都有被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這樣的風險 我們今天層體核實 我們不僅僅要成為警察國家 我們還要成為一個封鎖媒體言論自由的國家嗎 這個是我們應該在倉促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所期待所想要的司法改革嗎 還是單純的因為人民提出來一個司法改革的一個期許 然後會落得一個被改革的下場 我們真的是不是要這樣做 另外在昨天的這個意見裡面呢 我們也曾經提出來 就是希望如果真的一定迫於民進黨是絕大多數的立委的席次 這個法案會通過 至少一個卑微的要求 把什麼是機密的資料 他的保密期間明確定出來 接著請李德偉委員 主席所有立恩同仁所有的媒體好朋友 我想大家都非常辛苦 從昨天一直到現在 已經在議場有許許多多的同仁們 都針對今天的這個國民法官法做出許許多多的陳述 我想在這個部分裡面 本時也要再次提出來 人民真正在意的是這個國民法官法嗎 說實話並不是 人們期待的是我們國家的司法制度能夠讓大家相信 但是非常的不幸 我們現在的制度卻讓民眾對於司法有高度的不信任感 這其中之一當然就是法官擁有的權力太大 但是今天把司法改革 寄望於一個單獨的國民法官法 仿佛只要以三位職業法官再加上六名的國民法官就可以進行所謂的司法改革 我想民眾要的是透明公開公正的一個法律 他能夠保障每一個人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他遭遇到了損傷 而能夠在我們國家的制度下 能夠被保障 能夠有一個公平的審判 不管是被害人 甚至於加害人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本時要再次的提出 所有的同仁都應該去思考 我們是不是用一個簡單的國民法官法 就把司法改革仿佛有了一個美麗的明天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大家對於參審制跟陪審制 論戰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說現在國際上有五十二個國家都是陪審制 而我們今天民進黨同仁立主的是司法院等於算是跟日本制度 類似的參審制 在這個部分裡面 本期希望我們大家再來好好的思考 如何為民眾把關 如何改革司法 接著請求顯治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那第43條應該是這一次的這一個 刑事事用制度改革的一個非常核心的一個條文 它裡面的內容主要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國的這個制度 現在這20萬件的這個刑事案件 每年這20萬件 它是採用叫做 刑證並送 也就是說起訴之後 因為這一章叫做起訴 起訴之後 它的刑證有檢察官這邊會移送到法院 那所以法院就開始接觸到這個刑證了 那造成的結果就是說 法官事實上 職業法官看到這些檢察官送來的 刑證的時候它會產生預斷 也就是說還沒看到被告 這個審判程序準備程序都還沒進行的時候 它可能對這個案件它基本上有一個很基本的想法了 那這樣當然會造成就是說 未審先判的一個狀況 那我相信呢 這一次再試三條 不管是實力的陪審法 或者是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它規定的其實就是 刑證不並送 起訴狀況一本跟刑證不並送 因為它希望能夠解決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法官預斷的這個問題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司法院在昨天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它認為說 採取兩制並行 納入陪審制將有以下根本的問題 一個就是違反平等原則 那我要問的是說 難道你適用的案件 依照現在司法院的規劃是500件以下 那認罪的案件還可以裁定 不要行這個國民法官制 500件以下跟其他的這19萬件 是採用券證並送的 難道不會違反平等原則嗎 這當然是有違反平等原則 等於是說 在這個範圍裡面 有非常非常少的案件 大概差不多500件左右 它是採用了四三條 這個叫做 券證不並送跟起訴狀一本 希望能夠避免法官的預斷 那其他的19萬件 還是維持原來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你的這個案件的範圍這麼狹窄 將來還是會出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一般的人民 是沒有辦法走到法庭裡面 去真正的去參與你的審判 那實例陪審法 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在於說 避免這個做在中間來審判的這個法官 除了產生預斷之外 那避免像這個司法院的版本一樣 有所謂的核審核判權威效應的這個狀況 所以由陪審團 來做這個事實認定的決定 但是量刑的部分是由法官來處理 那根據美國的這個實務上的經驗 有99%的人到最後都會找出最後的答案 類似這樣的民主的審議 因為當事人跟陪審員互不認識 所以更沒有利害關係 所以在這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東一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換成這組的一段時間 與否有關的部分 進黨領事實認定 放在一段時間內 請你解釋 背心的部分 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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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68人 赞成3人 反对51人弃权 14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 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68人 赞成5人 反对51人弃权 12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 修正东一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表决国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决国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表決結果出席67人,贊成9人,反對50人,棄權8人,贊成者少數,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本條照民進黨團的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有意,有意我們進行表決,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聲音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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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条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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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